民主党总统参与人希拉蕊 力推再生能源的政策 如果她顺利当选的话 她说她要在全美各地 加装五亿片的太阳能板 等于也是在宣告 美国未来的能源政策 要以太阳能作为主轴 严此东森新闻特别和Emergy公司合作 推出了绿能未来的新单元 并且找来太阳能产业的专家 结合了产观学等不同的角度 要帮民众建立起正确的 太阳能与省电知识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绿能未来Emergy 这样一个全新的单元 那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单元 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美国太阳能产业的未来 是不断的创新的 甚至现在这未来十年的计划 都有了 它到底内容是什么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也要跟大家来探讨 就是我们看到在美华人 许多人都表示 他们在安装太阳能的时候 有上当或是被骗 或是有误解 这种很多情况发生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 请到了Emergy的市场推广总监 Charles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欢迎Charles 主持人 各位东升卫士的观众大家好 最近看到一个很新的消息 那就是Hillary 这总统候选 她提出了一个 未来当选之后的 一个十年计划 而这十年的再生能源计划 最主要就是跟太阳能有关 那么她希望能够在 2020年之前 全美多增加5亿片的太阳能板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跟现象 你们航家怎么样看这个太阳能趋势 太阳能其实以后是大势所趋 你看到这个欧洲的先进国家 例如像德国 他们现在已经达到 将近35% 就是1%都已经是用再生能源 而且他们也是希望说 就是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 能够达到全国是80% 是来自于再生能源 所以德国算是在这方面推 然后我觉得说像在美国的话 因为他的地比较大 而且他的这个其他的人员 可是他们现在也是觉得说 这个已经是大势所趋 所以现在总统候选人在会这方面 他会讲这方面的政见 其实是有他的道理在的 除了看这样一个太阳能趋势之外 其实Charles我们还想问 就是民众很多时候 在想要安装太阳能的时候 他第一个常常听到的就是 安装太阳能是免费的 不过这个免费是真的是免费吗 还是他有另外一种说法 我常常碰到很多观众会来问我 就是说到底安装太阳能 这个到底是免费吗 你们有没有什么那种 到底里面是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没有说清楚的 那我其实在这方面 跟大家呼吁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要 卖你太阳能系系统 我们今天是想要 改变你购买电的方式 因为我们只是卖电嘛 因为很简单 今天你如果说跟传统电力公司买电 他会不会说 我盖这个发达电厂总共多少钱 你来跟我分担 不会 不会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只是说 我们把这个太阳能系统 放在您的屋顶上 然后产生这个电 我们卖给你 那我们跟传统电力公司 最大的不同 是你知道传统电力公司 它是分四个不同的阶段 在跟您收费 有分第一级 all the way到第四级 您如果说平常只是用一点点 就是基本民生用电的话 它就是第一级电 一度电就大概1毛5 然后到1毛9 然后到2毛7 到3毛2 也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人一看到现在summer 空调一开 哇 马上电费就几乎是double 因为你想想看 从15升到3毛2 就是已经double了 对不对 太阳能跟它最大不同是 我们没有分等级 我们给你多少电 我们说一度电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我们也没有什么tax 我们也没有什么distribution charge 因为我们不用去盖这个电缆 我们也没有发电厂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跟你收这种钱 我们唯一就是说 太阳能系统产生多少电给你 就是跟你收多少度 然后这个度乘以多少钱 就是这样 one flat fee 除了知道这个真的不是免费之外 那么其实在安装的部分上 或是在申请的部分上 民众还有哪些事项 应该要特别注意 作为我们在这行我们比较懂 我们是来帮您分析 我们会按照就是说 您的屋顶的状况 您每个月用电用多少 再加上就是说 您未来 就是说因为 我是为什么讲说 未来您可能要在这个房子住多久 这都整个都会 对于我们以后 我们会推荐一个 对你来讲最适合的购电方案 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太 都不太一样的 因为有些人就说 我可能住一两年 我就要走了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可能考虑就是说 您就纯粹就是先买 先买电 OK 那有一些可能 年纪比较大的长者 就是说我很喜欢这个房子 OK 我不会搬 我就是 一辈子要住在这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又考量 我们会建议另外一个方案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 所以 我们这是一个consultant 我们到你家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目标 就是帮您做这个分析 其实民众还有很多问题 如果他们想要问问题 或是想要参加讲座的话 你们可以有哪些提供 我们会举办一个免费的座谈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希望说 您只要带您的电费账单 OK 带您的电费账单来的时候 我们就免费可以在这个 就可以跟你讲说 按照您这样的话 我们会大概先给您一个estimate 就是说这个东西 您适合哪一个方案 那有些方案是 对您一毛钱都不用出 您只要跟我们买电就好 OK 那有些可能就说 可是我觉得说 我要直接一次把它付清 这样我省比较多 也OK 所以我们可以帮您就是说 customize 就是不同的option 这样子 好 谢谢Charles 观众朋友Charles 今天在第一集 特别为我们说明了 其实很多所谓的免费 只有部分的免费 并不是安装整个太阳能 之后的20年都是免费的 而另外一个观念就是 当你在讨论安装太阳能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是考虑 你的太阳能板有多好 而是要看你的用电量 从你用电量的角度来出发 那么除此之外 也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在这边也提供 免费的讲座跟咨询 也欢迎大家好好的利用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集的 绿能未来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栏目的